大家好,我們是Dex Factory 然後我們是一群想用科技工具改變政府的下班族 那雖然說回溯性公共投資的這個專案 它是從9月到12月開始 但是我們這個專案大概是從2019年就成立了 然後我快速的說明一下Dex Factory的成立宗旨 那我們是長期關注違章工廠的環境團體 我們叫地球公民基金會 然後跟很多開源社群的參與者一起組合而成的 那因為很多違章工廠它是蓋在農地上面的 那一般的成情人他們要去檢舉的時候 其實檢舉對他們來講是有一定的壓力的 因為需要具名檢舉 而且他可能檢舉的對象就是他的鄰居 所以我們希望成為這些檢舉人的後盾 建立一個安全便利而且匿名的民間版的農地違章回報平台 那協助民眾檢舉哪裡有違章工廠 並且監督政府的查處成果 好那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違章工廠就是指違規在農地上面新建的廠房 它沒有建造也沒有工廠登記證 那它的問題其實就是因為它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就是我們全台灣從2019年統計到現在 違章工廠總共有四萬五千多家 然後散落在台灣西半部的平原上面 那它主要會造成的危害就是除了廢空污水污之外 它的廠房蓋起來的話也會影響到旁邊的農田的生長 那同時它在農地上面低成本的新建的話 它也會讓我們整個產業發展是呈現一個扭曲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讓農地上再有工廠新建了 所以我們需要有人來跟我們講說 哪裡有農地上面的違章工廠我們才可以檢舉 並且蒐集相關的案例去跟政府講說 你這邊還做不好 你這邊需要改進 那現行制度我們要改正的問題就是第一個 檢舉人現在要跟政府檢舉的話 他需要具名檢舉 他需要提供他真實的身份 還有姓名 那因為政府的查處效率差 所以他們常常得不到案件的回報 所以我們找了地球公民基金會就結合了GTV的參與者 在每週三的下班的晚上我們在這邊創建了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我們從2019年開始到2023年 我們總共產出了Disfactory.tw 它就是一個像你可以限定打卡 讓我們知道哪裡有農地違章工廠的網站 然後並且我們從後台接收到資訊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轉換成公文 我們就可以跟地方政府來去做檢舉 那再來我們開發了大家來找場 就是有點像大家來找查 我們比對空拍圖衛星影像 我們可以從衛星影像中找到哪邊本來是農地 後來新建了工廠 那其實只要透過簡單的辯認衛星影像 我們就可以從空拍圖上面找到違章工廠到底在哪裡 那...呃... 嗯? OK 好,然後... 嗯... 好,我們總共捲動了8000多名公民來參與大家來找場的辯士 並且系統性的幫我們找出新增建違章工廠 到底在台灣的哪些確切的地點 那並且我們也要求政府部會 他要優化他現在有的系統 並且真的實際去找出違章工廠到底在哪裡 那透過...呃... disfactory.tw還有大家來找場 我們得到了許多違章工廠的案件 嗯...至今我們蒐集了3000多件違章工廠的案件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案件去檢視政府是否有真的去查處這些案件 查處上面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並且我們要求查處結果要做相關的資訊公開 那最後...呃...因為從2019年到現在的參與 呃...我們在開源社群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呃... 本來以為違章工廠會是台灣自己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這樣子透過跟開源社群的合作 我們登上了日本的NHK 然後...BBC 然後也跟...呃... 奈吉利亞...就是...在...在Sam的安排上面 我們有跟奈吉利亞的社群來做互動 然後還有跟泰國這邊的... 感謝那個...諾曼自由基金會 我們也跟泰國這邊的NGO 還有設計公司 也有了一些資訊上面的交流 那除此之外就是...除了世界之外 我們也看到了台灣各個地方...農地上面 或者是公務人員他們的困境 然後甚至我們其實本來... 大家來找場是預設給... 20歲以上的人來遊玩的 但是沒想到就是有... 國小的教師 他把大家來找場 也帶入了國小生的食農教育裡面 讓他們認識台灣農地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在努力中 所以等一下可以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還是持續的在運作 持續的在...有事情要發生 持續的在徵人 好 我們是Disfactory 等一下歡迎來找我們